歡迎收看這樣才有梗進來學超能力 昨天台股開低走低 收在20753店 三大法人賣超了70.71億元 那麼投顧業者依舊是認為台股是多頭的態勢 由於資金很充沛 各式題材股都有機會可以發展 我們就來看 從今年以來截至4月3號為止 放眼全球股市表現最優的是哪裡 是阿根廷 上漲30.4% 那土耳其是上漲了19.7% 名列第二 那麼時隔34年日股一度創下新高 漲幅17.9% 包含像是美股的廢城半導體 其實也漲了17.4% 那台灣股市名列第七名 漲幅是13.4% 好 投顧業者就認為 台灣因為這一步的行情芳心未愛 再加上台灣本身的資金 也發揮推波助瀾的效果 你可以想像嗎 像是三月份的時候 兩支高股型ETF募集的熱潮 就激發了許多台灣投資人的潛能 短短時間涌出了2000億元以上的資金 這2000億經過資金的換手之後 也成為台股的新活水 那麼我們就以現階段來分析好了 包含像是國際原油 黃金 還有白銀銅等貴金屬也都大漲 這也帶動了這個相關的ETF 有暴大量或者是漲停的趨勢 我們先來看到是做這個電線電纜的 像是華泰 華融 液態 大雅等等 還有貴金屬的第一銅 金硬底等等 法人就分析了 其實貴金屬主要動能是來自於 中東地緣的政治風險 在這樣動盪不安的局勢 不僅推升了國際的油價 而且避險的需求更是讓黃金啦 白銀的價格都有突破的表現 好 最近這個銅價更是來到了14個月的新高點 那麼相關的概念股到底要怎麼操作呢 好 我們把時間交給分析師蕭又鳴 請說 2020年以來銅的一個價格爆價 那這個銅的價格呢 它出現明顯的一個大漲 也就是說我們觀察這將近快這4年以來 4到5年 銅的價格呢 我們講從量價裡面 它告訴你 第一個它近期爆出最大量 爆出最大量之後 銅的價格佔上4.23 那代表什麼樣 代表整個銅價的多銅 這裡要正式發動 各位可以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再去觀察 就是說倫敦銅的庫存 從去年以來 那麼去年下半年以來 很明顯整個庫存量一路往下盪 代表說這個銅的價格呢 在未來這段期間3到6個月之內 整體上這個多銅的價格是很強悍的 那我們該怎麼去觀測呢 它對我們在金融市場的一個影響性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看到 比方說我們看以亞洲地區最主要的 就是在大陸的江西之銅 江西銅業各位請看 這是只有過去3個月喔 就是說江西銅業這家公司呢 在過去短短3個月的期間 那麼股價呢 暴漲了50個百分點 那麼對台股有沒有其他什麼樣的一個機會點 所以我們很快速我們就把這個江西銅業 跟台股相關的這些中金屬相關業者 包括像加隆一銅金義領做一些交叉比對 各位請看紅色的是江西銅業的一個報價 緊接而來呢一銅是藍色的 也就是說上週以來第一銅股價表現很飄悍 就是它緊貼著江西銅業 關鍵在於那麼其他台股這些金屬相關類股 有沒有機會 那我們的看法就在於 第一個股價再看看兩個層面 一個叫做基本分析就是說 站在一個中期的投資性考量 可不可以站在買方 第二個就是利用技術分析衡量 股價這裡是不是應該站在買進 所以我們很快速 基本分析主要就是股價 我們把現在看到的股價除以每股盈餘 所謂的每股盈餘就是這個企業 現在的獲利能力 我們就得出本益比 加全指數到3月底截止 本益比在23.5倍 那麼但是4月份 目前台股佔上2萬點 所以你可預期的 4月份的本益比 整個大盤一定落在24倍之上 那我們各位請看 畫面上也就是說 我們針對同相關這些製程 相關的供應鏈 我們做了一個列表 我們給它一個得分表 從一銅到金一頂 所謂的集結區 各位看圖表上面 集結區就是股價 過去的波動過程 主要的買賣的分布 只要在這個集結區之上 它再告訴你 這些個股就要強勁的多頭 比方說各位請看華融 華融去年每股盈餘是2.2元 今年預估會落在2.8元 我們把現在的股價除以預估 今年會落在大約在2.8元 它的本比只有幾倍 就12.5倍 那各位不要忘了 大盤現階段是在24倍 它只有台股的一半 並且股價站上集結區之上 像這種叫做多方 緊接著來我們再看 另外一檔更低的 比方說像金一頂這檔個股 OK 各位從畫面上 你可以很清楚發現 它是不是股價 站上整個完整的集結 股價盈餘叫本益比 該公司2023年交出 高達5塊5毛7 也就是獲利超過半個股本 就EPS5.1個股本叫10塊 今年預計 每股盈餘可以上看到6塊5毛錢 股價除以6.5 你得出它的本益比 竟然10倍都不到 像這種個股 我們預期都是接下來有機會的 包括像加隆 股價過去一段期間 進入一個大密集的一個集結 目前股價來挑戰 這個集結區的上緣 像這些個股 我們預期都是4月份 有機會帶領台股 再走出一波新的行情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